畫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男子在大街上狂奔 还不时回头看就怕自己被追上 而往后看确实有袁警紧追在后 下雨天男子拔腿狂奔好几公尺 不过还是不敌袁警当场被逮到压制 原来他就是涉嫌以假检警身份诈骗民众交付现金 而被韩人当时听见是警方的要求 不宜有他跑到了银行要汇款 马上是被行员拦下 警方互报马上锁定逮人带你来听一段说明 经行员告之后 自电本分局侦察队找李组长下属 后本分局侦察队理性侦察所接获被害人电话 发现为诈骗情势 假检警真诈骗一次没得逞 竟然还不断拨电话 以相同的话术要诈骗民众 警方是马上成立了专案小组积极追查 接着在新北市新庄区顺利逮人 并在他身上查口了一只手机以及假公文等证物 而全案也依照诈气罪嫌移送法办